如今的NBA球迷,大部分都是球星秘,在詹姆斯尤其是远赴湖人之后,许多骑士的球迷都跟随詹姆斯到来湖人,因为他们更多是詹秘,少部分才是真正的骑士秘。 而在NBA中,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是雷打不动的球队密,这群人就是马斯球迷,马斯作为联盟的长青树,由GDP组合带领马斯,一直位居联盟的前列,然而从邓肯退役之后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,如今帕克也离开了球队,当初的马斯只能存在记忆中了。 当帕克离开马斯加盟黄蜂这个消息一出来,许多马斯球迷直接傻眼了,GDP如今只留下吉诺比利一人还在马斯,然而,今年已经41岁的吉诺比利也临近退役,最近他的一些举动更是饱含深意。 近日,吉诺比利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,并配文道,20年前,一个瘦男孩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,这还没完,吉诺比利的哥哥在参加篮球训练营时,表示吉诺比利可能在下周宣布是否退役。 这对于马斯无疑是一个噩耗,GDP组合从2002到03赛季开始,此后一直到2015到16赛季邓肯退役,期间经历了不知多少风风雨雨,率队在强队林立的西部,从来没有缺席一次季后赛,更是五次打进总决赛。 夺得四个总冠军,吉诺比利也从之前长发飘飘,变成了如今光秃秃的秃头,但是他身边已经没有了那个常常摸他头的老头子了。 如今帕克的离开,加上伦纳德闹剧的上演,如今的马斯已经面目全非,然而,事情不算太糟,帕克在中国行驶与中国球迷互动时,球迷问道,未来有没有可能你会作为一名马斯球员退役呢? 就像保罗皮尔斯那样,回到凯尔特人退役,稍后帕克回复道,是的,我会作为一名马斯球员退役,帕克这番话真是令人感动,这对于马斯球迷来说肯定是一则喜讯,无论如何,真是希望帕克可以像皮尔斯一样,回到马斯退役,有始有终,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,好好珍惜他们如今的比赛吧? 说不定他们有一天会向邓肯一番,一挥手就退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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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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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